小天挡网,再杀追身,周天成赢了,周天成艰难晋级啊 这是2022羽毛球日本公开赛,难当第一轮 刚刚在市井赛创造佳绩,历史性夺得铜牌的周天成 此方迎来了老对手李卓耀的挑战 这一次,双方依然是敖战三局 小天更是一度打到虚托,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局比赛上来,双方的比分就持续紧要 李卓耀凭借着小天最后时刻的连续失误,率先拿下首局 进入第二局,小天迅速展开访扑 放完后直接突击,李卓耀直接被周天成的神操作搞萌了 李卓耀是属于打法比较激进的 不成功变成人,完全不去怕失误 众所周知,往前其实是小天的一个短板 但面对李卓耀,他却能王出花来 或许是还没从世锦赛中缓过来 此意可以明显感觉出小天的跑动不是很积极 脚下也比较沉重 眼看领先优势被抹平 小天终于发力,送出一记四大历程的对角跳杀 李卓耀这揭发实在太糟糕了 李卓耀光剑时刻的失误真是要命 周天成顺利将比赛拖进决胜局 第三局李卓耀继续战 带着自己激进式的进攻 这个机会球不仅没有杀死 最后还勾出戒了 打到这回小天宣布热身结束 彻底放开手脚 决胜局还能有这样高质量的杀球 真不愧是影帝 李卓耀这个往前 一犹豫就没了 在被周天成轰了波8比0后 李卓耀总算打破得分荒 前面杀出戒了不要紧 再杀一个补上 李卓耀继续起高球 继续送分 这个回合小天连续的倒地就球 最后也虚拖得趴在地上 一记批掉拿到赛点 随着周天成杀中路得分 比赛也就此结束 不得不说 这场比赛虽然熬战商局 但从决胜局来看 双方的实力差距还是很大的 毕竟周天成在体能状况 不在最佳的情况下 最后时刻依然能平方扣杀 这就是能力的体现